大家好,我是约翰 不知道大家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身边的人一般都是怎么安慰自己的呢 约翰记得有一次我参加了一个比赛落选了 非常的难过 在那个时候我的一位老师和我分享了这么一句话 他说大事难事,看担当 灵喜灵怒,看寒养 逆境,顺境,看进度 那今天约翰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 我们在逆境的时候 我们要尽量做好的三件事情 做好这三件事情呢,就会时来运转 我们先来说一下第一件事情 顺境逆境,看胸襟 马云曾经说过一句话 他说很多的创业者,事业才刚刚起步 就问我,什么时候能够成功呢 不要把创业想得太轻松了 先问问自己能吃多少苦 能承受多大的压力 你再考虑成功的问题 我们说人生总会有一些起起伏伏 伏的时候呢,你低调一点 自己呢,也要懂得训立 起的时候呢,我们就积极一点 自己懂得介事 我们说,这才是在顺境 逆境当中的人生智慧 那第二点呢,就是灵喜灵怒 看寒养 网上一直有这样一首歌 叫做《不气歌》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呢 约翰觉得,我觉得很有必要和大家分享一下 大事小事,生嫌弃 气一下病来无人替 别人生气我不气 我多生气中他忌 我们说这个不生气呢 不仅仅是一种修养 同时呢,也是一种处世的大智慧 所以说,哪怕我们身处逆境 但是我们的心态呢,能够不受影响的话 这就是修养的境界 约翰觉得,如果说大家能做到这样的话 早晚都会是来运转 那第三件事情就是 大事难事,看担当 我们每个人在生活当中 应该都会遇到一些困难 有些朋友遇到困难 选择的是什么呢?逃避 遇到事情就放弃 那这样我们说成功的机会 只能离它越来越远 但是如果我们肯坚持 一次不行,我们就再来一次 我觉得这个困难早晚都会克服的 天行近,君子已自强不息 我们人生不顺的时候 并不是在考验我们的运气 而是在考验我们的担当 修养和这个胸襟 所以说只要我们能够做到自立 自强的话 我们的好运气一定会来的 好了,今天的分享内容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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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